如果要存档,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你们可以逛,也看得到了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去开放资料里面 就会找别的相关资料来练习 反正一个网址贴上去 他就资料抓下来 所以在开放资料有几万种资料都可以拿来练习 也就是你有兴趣 像开放资料里面很多是投资理财的 有一些外汇、股市、保险等等的 很多资料都可以拿来试试看 但是最终我们还是需要什么 把它存档 目前需要最多的应该是存成CSV 比如说最简单是CSV 因为你不需要引用任何的模组 因为 Python内建就有一个档案物件 马上可以让你存档 如果你要存成Excel的话 你要呼叫有一个模组叫Pandas 因为Pandas这个模组 它就具备有帮你存成Excel的这个功能 而且还蛮简单的 其实在我云端上面 其实也有那个范例 就是说 以后假设你们至少要找到那个 就是范本 然后懂得贴到正确的地方 那你的问题就解决了 我们第一个先解决 如果我要存成CSV的话 该怎么做 首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你要存成CSV有个特性 什么样的特性 CSV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 所谓的CSV 它那个C是common common的话就斗点 意思就是说 它的资料分割都是透过斗点做分割的 所以如果假设你这个资料本身已经是斗点分割的话 那你就不需要 再特别做什么处理的动作 可是如果假设你下载的资料它不是斗点 它是空白 或者它是tab 那你就变成你要先把它转换成斗点之后 才能存成CSV 否则那你存成CSV打开就会是乱掉的状态 所以那因为这个资料 刚好是斗点 所以不需要处理 所以我们只需要把它存档就可以了 那至于存档的话有个问题 那你存档之后档案跑哪里去呢 当然我等下的写法是会跟着这个模组 因为我们这个模组 所以你们可以把这个模组 先把它存档一下 因为我们刚刚做法是 先开一个新的模组 有没有 所以以后第一件事你就找这里 第二的话它会开一个未命名的.py 所以我就把它存档一下 存档的话很简 就这边一样 跟我一样 接下来我是建议你可以把它存在C点底下 那该要放哪里 我是建议你在C点底下 按右键 这边开个新的目录 目录名称 有没有按右键新增资料夹 OK 那资料夹名称 我习惯前面加个底 underlight 为什么 因为加个底线它会跑到前面去 这个名称叫python 2022 OK 干脆我们 把这个模组 所以我是建议你干脆以后 所有的练习的模组 都放在C点底下的一个目录 名称的话也许 我们命名称的话也许叫request quests 好了 OK 假设我今天 存一个 不尽量 不过这个模组跟内建的模组 我后面加一个01 尽量不要跟它的模组名称一模一样 因为之前有同学 名称取一样 这个也是模组 那我们input的也是request 所以就执行 奇怪一直发生怪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他一直行你的request跟他们的request一样的名称 他就跑来这边找get 结果找不到get 那就无法直接名称 就出 所以哦 如果你叫request 记得把后面名称改 多加个数字好了 比如01 OK 然后把它存档 好 那这样的话 第一个我们就完成了 所以哦 我知道说我现在已经存了这个模组 那为什么需要先存这个模组 因为我们待会 会 需要把下载的东西存档 那我要存哪里呢 其实就存在刚刚同样的目录里面 那存档这边注意三行层次 第一个的话 先给一个f 物件 我习惯是用f f 等于后面加一个open open 之后的话呢 接下来给几个讯息 第一个的话就是 那你存档的名称要叫什么 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把这个 名称呢 存档的名称 我给一个 比如说叫住宅窃盗 OK 然后后面的话呢 所以这边可能要注意一下 open 指的就是说有点像是我要存档之前我必须要开一个空白档给他 所以哦 档名叫这个够点 第二个的话呢你是要针对 这个档案做什么样的动作啊 我要写档我要写进去所以我记得 第二个参数请你打一个w 那 如果加上你要读的话 那就r就对了 OK 所以其实档案存取不外乎就 r就读 不外乎就写 他用到存档 存档是w OK 再来的话第三个 逗点 那你的编码方式 要用什么呢 当然预设 如果你用预设的编码方式的话 那就是ansi 因为我们现在在windows 如果你在mac或linux 那就是ut个8 OK 那会有个问题如果你不给的话 因为ut 就是unicode 那个编码 他其实编码的数量比较多 所以如果假设你用预设的话 有预设可能性就是说 他有一些字 要填到ansi的时候找不到对应的位置 为什么因为 因为他有六万多个位置可以放 但是 big 5只有一万多个 所以有些智慧没办法对应 所以怎么办呢 我们这边后面再加一个逗点 第三个就编码方式 那编码方式就是把encoding 其实就是可以参考上面这个encoding 等于utf8 把它补在这里 跟他讲说 那我的编码方式 那你就那就帮我把它存成utf8的格式好了 好 好 这样的话第一行就写完 所以其实第一行做什么 我就开一个空档 然后帮我写进去 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把档案写进去 所以他已经帮你建一个空的csv了 第二个的话把它写进去 怎么写? F点 所以呢产生了一个F物件之后 那我要写 写的话顾名思义嘛 就是 写的话呢就write 所以有一个语法叫write 那write什么东西呢?就帮我把下载的东西 就是htm.test里面的资料呢 帮我写到里面去 所以要记得把 上面print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显示出来的东西 那帮我除了显示之外呢 也帮我写一份到这个csv里面 所以这边的话写到里面去 如果你没做这个动作的话 那这个 住宅切到 点csv里面就空的啦 OK 那最后呢再做一件事情 写完之后 记得把档案关掉 那档案怎么关掉? F 点什么呢? 点close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存档 所以3号 应该还蛮好记的吧 其实像我 都不是背的 因为 反正照这个固定的流程 都打起4 大概就熟悉了 所以以后呢 假如你爬资料下来要存档 最简单的方法 把这3行记起来就够了 csv嘛 csv基本上就是 用e-sale开嘛 OK 如果还是有同意说 是可是csv毕竟不是e-sale 那我如果一定要e-sale怎么办 没关系就pandals 所以后面我们会讲pandals 但是 相较之下 当然一定会比这3行 城市来得多啦 因为第1个一定要 importpandals OK 后面我们再来看 第1个 我们存档OK了 所以建议是把这 因为这还蛮常用到存档 所以我是还蛮建议 各位可以把它记下来 这3行其实 跟那个我讲义里面 其实好像 只有差一个地方 各位可以看 讲义里面的第5页吧 第5页的这个地方其实 有蛮像的 可是就少了什么 编码方式 跟right的这边 会有个s 其他好像都一样 所以将来如果你要把它 套用在别的地方 可能再改一下 里面的内容 其实OK的 好 那我把它执行 执行跑一下 给各位看一下 如果没有错误讯息 这边没有错误讯息的话 那表示应该成功了 那成功之后的话呢 你想说 是那 我的那个什么呢 住宅切到点csv 跑去哪里了 跟各位讲一下 这个的话 他就帮我 跑到哪里了 因为我刚刚不是有跟各位讲 C点底下不是有个 底线 那个 Python2022吗 那因为我刚刚不是存了一个 Request01.py 那因为我存档的时候没有指定 给他的绝对位置 所以他会用所谓的相对位置 那相对位置就是存在 我的python 那个py档旁边 OK 那你想说老师那将来如果 我不要放旁边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你就是可以在 这个路径前面有没有 再加上哪个磁碟 哪个目录 他就帮你写到那边去了 OK 所以请各位 试试看好了 就是多再多增加 这 这三行 把它做存档动作 OK 试一下 如果动作比较快的同学 你甚至可以再去抓别的 开放资料练习看看 OK 反正反复练习吧 城市 现在用起来我们仅多七行而已 可是你会发现这七行就很 很好用了 如果你会用回圈的话 将来 甚至可以把 这个 大量的连铁 跑个回圈就可以全部汇整 然后存成一个 CSV 打 OK 试试看 拜拜